宝贝,欢迎来到大波奇思维 你是否常常在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感到迷茫 像是走在一片茫茫雾海之中 看不清前路,也摸不透自己的心呢 是否总在追逐住外界那些看似耀眼的所谓智慧 到头来却觉得依旧一无所得 内心依旧空荡荡的呢 别担心呀 今天我就想和你好好聊聊 跟你分享一下那藏在岁月深处 由西韵禅师的智慧所引申出的 能帮助你看清自己 进而解锁人生智慧的三步走呢 只要你能耐心地跟住我的视频 一步一步走下去 我相信你定能拨开眼前的迷雾 找到那属于自己的通透人生 以一种更加从容 睿智的姿态去面对这世间万象我 咱先来聊聊西韵禅师的故事吧 那是平常的一天 西韵禅师刚踏入禅堂 一群云游的僧众便蜂拥而上 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那渴望的眼神呀 都聚焦在禅师身上 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能从禅师这儿得到些开始 仿佛只要得到了那一句金玉良言 就能瞬间悟透这世间的诸多道理 从此超凡脱俗一般 可惜韵禅师呢 并没有如他们所愿 而是皱了皱眉 拿着手中的禅杖 轻轻往外一挥 伴着一句你们想得到什么啊 还是赶紧离开吧 那话语里呀 有着几分无奈 也有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呢 然而这些僧众哪肯就此罢休呀 他们依旧固执地站在那儿 不肯挪步 心韵禅师见状 也只好坐了下来 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让人开示 表面上看来 你们在行脚修行 看到有千人的禅院就蜂拥而至 听说某人已经开悟就赶过去 希望得到开示 可你们仔细想想 这般行为 岂不是太过盲目了呀 就像那无头的苍蝇一般 到处乱撞 只知道跟住旁人的脚步 却从未停下来 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心呢 这话语出 僧众们有些茫然了 或许他们从未想过 自己一心求道的行为 在禅师眼中竟是如此不堪吧 禅师接着又道 当初我行脚时 如果在荒野里能够遇到人 也会跟他攀谈 看他是否有所领悟 可我那是在用心去感受 去探寻呀 你们呢 如果真心向佛的话 就要振作精神 莫要再如此浑浑噩噩 只知追逐些表面的东西了 你瞧 这里面的深意可不简单呀 宝贝 很多时候呀 我们就和那些僧众一样 总是把目光投向外界 觉得别人那里 有我们想要的智慧 拼命地去追寻 去模仿 可却忘了 真正的智慧 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呀 正如古德所言 佛在灵山墨远球 灵山只在乳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下修这句话 多有深意呀 它告诉我们 那至高的智慧 那能让我们解脱 让我们活得通透的力量 本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 只是我们常常被外界的纷扰 蒙蔽了双眼 迷失了方向 而忽略了它的存在呢 那接下来呀 咱就来说说 这解锁人生智慧的第一步 内观自省 所谓内观自省 就是要像拿着一面镜子一样 好好地去审视自己 看清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想法 以及自己内心深处 那些隐藏着的情绪和渴望 这就好比我们要打扫一间屋子 得先把屋里的各个角落都看清楚 知道哪里有灰尘 哪里乱糟糟的 才能有针对性地去清理呀 就拿那些僧众来说吧 他们看似在修行 到处寻求开示 可却从未真正停下来 去反思自己 在行脚途中的所见所闻 对自己的心性有何影响 自己又是否真的 在这一过程中有所成长呢 他们只是一味地 接收外界的信息 然后不加思索地去传播 以为那就是误道了 殊不知 这恰恰是走偏了路呀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很多人看到身边的人 取得了成功 或是学会了某项技能 便迫不及待地去模仿 去跟风 买了一堆书籍 报了各种课程 可到头来 却因为没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没有真正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 适合什么 而一事无成 就像有的人看到别人在商场上春风得意 便也一股脑地扎进伤海 最后却因为自身并不具备那种冒险和应变的能力 折几尘杀 所以呀 宝贝 咱们对时常给自己留出一些安静的时间 静下心来 回忆一下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 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 哪些地方还有待改进 自己的快乐和烦恼又是因何而起 这可不是自我苛责我 而是以一种平和 客观的态度去认识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 为接下来的成长奠定基础呢 再来说说这第二步 正是不足 人无完人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这本就是世间常态 可往往呢 我们总是不愿意去面对它 总想把它藏起来 好像只要不去看它 它就不存在了是的 然而 这恰恰是阻碍我们成长的一大障碍呢 就像红衣法师面对众多出家之人 曾感慨的那样 今见好心出家在家之众 多是好高悟远 不肯认真专修敬业 总由素适善根浅薄 今生未遇通人那些人呀 或许心里也有向佛的美好愿望 可就是因为不肯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 比如好高悟远 不踏踏实实做事 而最终难以在修行的道路上有所成就 咱们生活在这俗世之中也是如此 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胆小怕事 遇到机会总是犹豫不决 可就是不愿意承认 每次错过了机会 还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又或者有的人脾气暴躁 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和旁人闹不愉快 可却从不反思自己的情绪管理有问题 总觉得是别人惹自己不高兴了 宝贝呀 只有勇敢地正视自己的不足 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去改进呀 这就好比我们身上有了伤口 得先承认它的存在 然后才能去寻找药膏 细心地给它包扎 让它慢慢愈合呢 咱可以把自己的不足一条一条列出来 写在纸上 然后想一想 针对每一个不足 自己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去改变它 比如胆小怕事 那就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 主动去承担一些任务 慢慢锻炼自己的胆量 要是脾气暴躁 那就学着在发火前先深呼吸几下 让自己冷静下来 久而久之 自然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 最后呢 咱要讲讲这第三步 挖掘潜力 智者之所以为智者呀 并不是因为他们能从外界获得更多的智慧和经验 而在于他们能够挖掘出自己的心智呢 咱每个人的心里呀 都藏着无穷的潜力 就像一座带开发的宝藏 只等着我们去挖掘呢 心晕禅师当年在行脚时 即便在荒野之中遇到人 也会用心去攀谈 去探寻对方是否有所领悟 他就是在不断地挖掘自己在修行上的潜力呀 不被外界的形式所拘泥 而是从内心去寻求那更深层次的智慧 我们也应如此 不能只满足于现状 觉得自己就只能这样了 要相信自己有更多的可能 也许你觉得自己没什么特长 做什么都普普通通的 可你仔细想想呀 是不是有那么一些时候 你做某件事的时候感觉特别顺手 或者对某个领域有着莫名的兴趣呢 那可能就是你潜力所在的地方呀 比如有的人平时看起来不善言辞 可以谈到自己喜爱的书籍 电影时就滔滔不绝 能讲出很多深刻的见解 那这就是他在文艺鉴赏方面的潜力呀 咱们要善于去发现这些闪光点 然后有意识地去培养 去拓展 让那小小的火苗 燃烧成照亮我们人生的熊熊烈火呢 在佛教的修行中呀 有一个种子说 讲的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 智慧的种子 只要我们用心去浇灌 去培育 它就能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这和我们挖掘自身潜力 其实是一个道理呀 只要我们有信念 肯努力 那内心的潜力 定能被充分激发出来 让我们的人生 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呢 宝贝呀 这看清自己 解锁人生智慧的三步走 可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 它就是咱们在这漫漫人生路上 可以时常拿来警醒自己 提升自己的方法呢 咱们不要像那些只会盲目追寻的僧众一样 浑渴一生 而要做那个清醒的 能洞察自己内心的智者呀 只要你肯踏踏实实地按照这三步去做 我相信 你一定能在这纷繁的人世间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 充满智慧的道路 活得从容自在 无怨无悔呢 生活中呀 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困难 有时你可能会觉得很累 很想放弃 可你要记住我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的自我反思都是在向那更好的自己靠近一步呢 就像那股诗云 千魔万机海尖镜 任而东西南北风咱要有那种不畏艰难 执着向前的精神 时刻用这三步走来检视自己 不断地完善自己 那人生的美好风景呀 自然就会一一呈现在你眼前了 所以呀 宝贝 从现在起 就试着去内观自省吧 去正视自己的不足 去挖掘自己的潜力 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 你定会感谢此刻 勇敢迈出这一步的自己呢 让我们一起 在这人生的旅途上 用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用心去感受每一份美好 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吧 宝贝 喜欢大波奇思维 不要忘记订阅 按赞 收藏 转发呀 下次见